谁输谁赢呢 背后的赢长还是当地的老百姓 欧盟天然气价格涨 电价涨 要知道在欧美 一个普通家庭 一个月的电费要高达几千块 这在中国是想都不敢想的 很多人会担心 我们的电费会不会也是水涨船高 毕竟近年来 咱们的煤炭价格也在大幅拉升 而且最近亚洲煤炭价格再创历史新高 火电企业亏损严重 电价也要涨了 千万不要担心 在中国完全不可能 因为这里是中国 欧盟国家的这种电力定价模式不是用的 即便是能源价格再大涨 即便是发电企业再亏损 我国也不会轻易提高民用电的建价 这种例子就在身边 煤炭价格大涨 火力发电企业业绩巨亏 比如说像华能国际 煤电半年亏掉90亿 什么概念呢 对于他们来说 每发一度电都是在亏钱 而且是巨亏 但是依旧是继续正常发电的 酷暑的夏天 咱们的电价照旧 哪怕四川电荒电价也是如此 毫不影响咱们的生活 给这些企业点赞 给中国点赞 我是菲菲 关注我 A股